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首先感恩天地 感恩我们的敬爱的太阳圣的导师晚安 还有我们全球 目前的所有跑马家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是微雄阿哥 台中的微雄阿哥 第二次在这边更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由那个主持人嘉宇 要以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再次上这个爱的分享 小分享会 跟各位分享 旧学人也都晓得 心境也不晓得 我又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本来在这个佛教系统休息的我 因为母亲的生病 视线 我试了好几次 一直想把他带往这个 我自己的寺庙里面去一起 陪他过完这个后半生 但是 每当我带他到室 到我们那个佛教 我休息的地方 那个室 室里面去 一到晚上 他就炒得要回家 室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所以说 就在当最后一次 我自己觉得很累的时候 我在室里面 认识了我们这个曹子生 生命密牌的一个学长 他本来也是在我们室处当义工的 有一次就107年的年底的时候 他上这个我们这个花莲的 在我们那个庄严师跟那个吴吉山寺那边 当义工的时候 我刚好上去禅修 我们讲说 我们自己也会上去禅区 因为在当天我就看到他拿了我们那个DM 还有那个就像现在昆祥会大型昆祥会到的时候 我们的我们的志工 他就拿着想像拿着那个DM在那边花 我们当师傅的人 当然看着也说 我们这个地方你花这个没有用 然后我就把它全部都 因为大家拿了以后没有季节 但是大家拿了以后都把它丢在旁边 放在椅子上 后来我看一看就把它收一收了 收一收到 然后我们在泡茶聊天 刚才把他们泡茶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谈起来说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大概跟我介绍了一下说 要讲清楚的话 就问我说晚上可不可以跟我睡一个同一个疗房 我说可以啊 你上来跟我 我就把他请进到了 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在里面聊天 然后大概的介绍了一下以后 我想说那我们的这一位志工 我认为他是很心理善良的一个种子 当然我也就去里面打扯说 不然我来试看看 因为妈妈妈妈妈的病是一种怎么样 老人吃胎也可以说 又是一种被爱放强症的那个征兆 因为每到三点半以后 太阳下山以后 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说怪东怪西 然后有时候好像不是他自己也会发脾气 因为这个样子 我妹妹啊 我没有请我妹妹回来照顾他 但是我妹妹都被我自己的母亲都吓走 吓着用拖跑了跑掉了 而且我们又 我一直在想说 那我是一个出家众 我们懂得 我们因为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孝敬 这个伦理道德 我们第一个重要 我们修行人讲的就是 因为要先圆满这个孝 也是一个真爱 又反腐归真 才有办法修行 然后我们这个学长 高串的永青学长 他就告诉我说 应该有办法 可以反情妈妈的病况 看我要不要试看看 我说我也是半信半疑 后来我回到台中 因为他们两夫妻也是很积极 隔天就寄了一个那个太阳的那个 那个书间的那个 我们现在做起来都当这个 当这个叫做护身符就对了 然后我寄了给妈妈 我就就是因为这样子被他感动 我就说好那台中你们有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经营会或者独师会 他们讲的经营会独师会 那他们两夫妻也很 也很热心 马上就问高雄那个 那个亚萍那个 那个学姐 然后亚萍就介绍我到台中 台中这个场地这个庭 我怎么说这边最近到那边去看看 有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 半信半疑就过来了 我就来先看一下 然后认识了义营 然后认识了村美妈妈 又第一场就上那个村美妈妈的那个 那个经营会 村美妈妈也很热心 然后当天就邀我说因为隔天就是高雄的那个 就像我们现在要举行的分享会 邀我说要不要去 我说 我说可以啊 但是要怎么做 他说有游览车免费接送 看我要不要去 我说那当然最好了 所以说也就因为这样子搭赏了我们那个 超级生命命啊 我第一次到这个高雄分享会的时候 我我也是不懂 因为因为本来是个出家中 后来我我回来以后 我就穿着说我们自己的那个 那个这个鸡胶服 大部分人也都不认识了 然后我那个高雄那个 介绍我进来的永勤学长 他们两夫妻还有亚平学姐 也很热心 看到我看到我能够参加这个高雄 我问一下会有 他们就会很热心的招待我 然后叫我坐在中央的位置 我会坐下来 那个奇怪他们要放 刚才放我们这个音乐 他说因为我都不懂 因为有那个音乐在唱歌 那个有点有点像在以前我们别的系统里面就说 我像是要干什么 为什么还唱歌又是那个 我不懂 不懂又看到说 奇怪 台上怎么有闪闪亮亮的金光点在那跑来跑去 我就问他说 问他问他们讲说 这是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什么东西 有时候你们这边有这个在放影 放影这个投影机 又是干嘛 一看都没有啊 原来那个后来他们才告诉我 那是金光点啊 他就讲说 哦 那我跟我们这个系统很有缘啊 我就说是真的吗 然后开始就这样子 我就留下来 听他们分享以后说 诶 以前我修行那么久 因为以前我们所谓的守护神说干嘛 如果我们看到的时候都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像那个 因为我们修行人会静坐嘛 静坐下来观想的时候 当然有我们的法门了 我们看的也都是不一样 原来我们这边的守护神就是金光点 那时候才明了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我就也是半信半疑的 隔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就每个礼拜都 有空我就会过来参加那个 春美妈妈的那个经营会 还有那个 艺领协姐跟那个 陈策大哥的那个 协长的那个经营会 但是我刚进的时候真的也不习惯 因为我们 活教系统在修行 都是很有归期的 因为刚回来这边 上我们这个天眼文化 的这个经营会 好像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归期 我看得很不习惯 有点不习惯 但是后来才知道听老师在讲 然后又听大家在问一下说 有我们这边就是 就是有在落实我们的弟子规 这样子我才慢慢的放心下说 可能就是大家出学者 不懂的不懂的什么叫归籍 还有什么叫礼仪 我说我们也不要去看人家 后来我们修行都知道不要去看别人的过错 有心的话就继续留下来学习 看到底他们在演什么戏 后来我就把大家讲了说 里面有心话 看这个超级神秘密码会有心话 我真的就在不到七天 不到七天我把超级神秘密码看过一遍 也有看到心话 但是我们以前的系统 所教的跟这边的出浅的 就是一耳三呼吸法 太阳这个心话的时候 我怎么念 我都念不起来 我自己在念都念不起来 过一阵子以后妈妈的视线 也是到三点半 都还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就用以前系统的 那个系统的那个方法 来看能不能打断那个 护能量的纠缠 但是又不行 后来又试一试以后 才用我们的氮氮剂 用感恩湿剂剂 试着换看看 等于大家讲过有效 我又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中 又回来还暑不久 又接近这个系统也不久 我宁可说 我宁可信其有 就把它试看看 结果真的有效 换到感恩湿剂剂 然后跟着唱 然后跟妈妈讲说 你听歌 听这个看能不能转变她的那个心象 我们讲就是她的那个造诣 还有那些不安的心 也麻烦真的有好转 好转以后我就固定的 每天晚上要睡觉前我就固定 开始换我们的感恩湿剂剂 就不再换我们以前的那个 那个那个 然后某阿弥陀佛佛 我就不忘了 真的是有效 一阵子以后 第一次的那个大行文奖会 我也参加了 回来 身心灵滋养 滋养班 我才知道说 老师在这个身心灵滋养班 真的是在帮我们打苦 也是在帮我们众生疗愈 因为第一次我参加以后 马上就有感觉 回来以后 妈妈就开始 好像我们讲的时候 大家讲不讲闲 就是富人量好像不大愿意松手 那视线的更严重 但是我对老师的法 跟老师所教我们的 当然我们不能在这边教这个心法 我就尽量 尽量就用老师教给我们的心法 太阳心法也好 或者唱尾心法 这个用这种最真诚的唱尾心 然后唱尾我们过去所有的过错 当然这个我可以这样带过而已 这个我不能教 因为这个只有老师可以教 认真 然后不气眠 一直用 用到第二次我们大行宗讲会的时候 那个妈妈又来了 我报了 我报了名以后第二天 他就 就来一个急性的那个 我们到医院才小时 就马上送急救就对了 快闯不过去了 就这样说我们现在最近 流行的这种 这种什么武汉肺炎这种 这种肺部的那个急性炎 那到医院的时候 我跟我哥哥 然后主治医师告诉我说 要不要取救 如果不取救的话 你们要 你们要欠这个同意书 然后我跟我哥哥说说 哎呦这么老了 尤其老师也讲过一句话 那如果得治疗过的话 因为得治疗如果过的话 应该也让他好好的往生就好了 然后我就跟我哥哥 就签加那个不急救的同意书 签了以后 我不离不弃了在妈妈的 那个病床上 我就赶快我们学长学姐教的 我就贴了感恩施基剂 脱贴那个感恩施基剂 然后把淡然基放得很小身 感恩施基就藏在那个 那个枕头底下 让他让他去去那个送帐 然后自己在旁边 就用我们最真诚的心 然后去感恩 然后让妈妈知道说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把心静下来 然后跟着跟着恨着恨着 他真的第二天有睡着 第二天以后 那个主治医师又来说 哎呦怎么会不一样呢 然后又带去照一世光说 哎呦有缓和哦 然后就过了三天以后 我身心静止养班出来那一天 第二天 主治医师又告诉我说 哎可以回家了 但是每个月都要过来 过来定期定期那个回诊 我说好 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深信说 老师教的教的东西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要 拿到天眼文化 自己要相信自己 因为老师说我讲的每一句话 真的我都有入心入脸 因为我花的厌也是在这个系统 想说我宁愿当老师的哦 护华哦 然后不离不弃的哦 能够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 所以说今天在这边分享 我最大的感受是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超马家人 既然进来了就听老师的话 好好学习 把以前的东西哦 全部放下 然后对这个东西一定要相信 你才有力 信验行啊 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这个三个东西哦 在我们这个天眼文化老师讲的也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先相信 能够进来以后 你我们大家都是因为有缘 千年之夜哦 在这边哦 你不要怀疑哦 你只要有信心 然后认真学习 然后把书往往千年的看懂以后 每天的地址归 每天的地址归 我也跟老师一样哦 方便各位都是一定要如法实修 地址归一定要入心入灵 我们以前的进攻老师讲的一句话 只要你读书千变哦 其意自见 哎 你地址归落实了以后 随时GPS检定自己 老师你告诉如法实修 所谓的如法实修就是就是这个 我现在已经弄懂了哦 今天哦 我妈妈能够活到现在 真的要感谢老师 在这边在干恩老师 哦 干恩天地 那今天 那里老师最主要就是 能再次的分享也是 老师 还有那个邪当姐教的说 尽量能够分享 尽量能够出去度人 度进来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天女无话哦 把这个好的好的东西哦 把把我们现在的不好的磁场哦 能够全部转过来以后哦 也是一个共得无量啊 那希望各位家人哦 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努力 看看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